美航母里根号驶入南海迎停靠香港,日前在菲律宾海一带展开操演的美军航母里根号USS Ronald Reagan CVN76打击群军被发现在南海航行,香港海事处官网显示,在未来36小时将会抵挡的船之中,喝剑美航母里根号,及另外三艘美军舰,香港海事处15日美军里根号和 史坦尼斯号,USS John C,Stanis CVN74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菲律宾海进行双航母操演美国第七舰队四六少爷,Philip Sola,表示在该海域部署两只航母打击群,可以提供无可匹敌的海军战力,并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 美国海军学院新闻USNI News,根据美国海军级公开数据整理,了美军航母打击群目前动态,史坦尼斯号线仍在菲律宾海一带,而里根号在操演结束后驶入南海,与日前通过台湾海峡的巡洋舰 安提顿号,USS Anti-ATNCG-54,驱逐舰,米利益斯号,USS Miley's DDG-69等军舰,在南海航行根据香港海事处的公告 里根号将乌宁21日上午9点停靠香港除了里根号外,另有三艘枚军舰陆续进港停靠 这是继去年10月后,里根号再次停靠香港维多利亚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少叶曾强调,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,航行和作业由于日前美军与共军船只在南海发生冲突 加上适逢台湾年底大选,外界解读美军航空母舰出现时机,敏感台湾国防部长颜德发作受访表示,美方的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亚太区域,和平与安全,应该没有其他考虑因素,强调国军有掌握海空情状态的坚真能力